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 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 这上面的叶的天空,奇怪而高 我生平没有见过这样的奇怪而高的天空 它仿佛要离开人间而去,使人们仰面不再看见 然而现在却非常之蓝,闪闪地眨着几十个星星的眼,冷眼 它的口角上献出微笑,似乎自以为大有深意 而将繁霜撒在我的园里的野花草上 我不知道那些花草真叫什么名字,人们叫它们什么名字 我记得有一种开过极细小的粉红花,现在还开着 但是更极细小了 它在冷的夜气中,色缩地做梦 梦见春的到来,梦见秋的到来 梦见秋的诗人将眼泪擦在它最末的花瓣上 告诉它,秋虽然来,冬虽然来 而此后接着还是春,蝴蝶乱飞,蜜蜂都唱起春词来了 它于是一笑,虽然颜色冻得红惨惨的,仍然色缩着 枣树,它们简直落尽了叶子 现前,还有一两个孩子来打它们别人打圣的枣子 现在是一个也不剩了,连叶子也落尽了 它知道小粉红花的梦,秋后要有春 它也知道落叶的梦,春后还是秋 它简直落尽叶子,单身干子 然而脱了当初满树式果实和叶子时候的弧形,欠身得很舒服 但是,有几只还低压着,护定它从打枣的干烧所得的皮伤 而最直最长的几只,却以默默的铁丝地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 是天空闪闪的鬼眨眼 直刺着天空中圆满的月亮,是月亮炯的发白 鬼眨眼的天空月家非常之蓝,不安了,仿佛想离去人间 避开枣树,只将月亮剩下 然而月亮也暗暗地躲到东边去了 而一无所有的干子,却仍然默默地铁丝地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 一意要致它死命,不管它各式各样地眨着许多蛊惑的眼睛 哇的一声,夜游的恶鸟飞过了 我忽而听到半夜的笑声,痴痴的,似乎不愿意惊动睡着的人 然而四围的空气都硬喝着笑 夜半,没有别的人,我即刻听出这声音就在我嘴里 我也即刻被这笑声所驱逐,回进自己的房 灯火的带子也即刻被我悬高了 后窗的玻璃下钉钉地响,还有许多小飞虫乱撞 不多久,几个进来了,许是从窗纸的破孔进来的 他们一进来,又在玻璃的灯罩上撞得钉钉地响 一个从上面撞进去了,他于是遇到火 而且我以为,这火是真的 两三个却休息在灯的纸罩上喘气 那照是昨晚新换的照,雪白的纸,折出波浪纹的横叠 一脚还画出一只新红色的枝子 新红的枝子开花时,早述又要做小粉红花的梦 轻松地弯成弧形了 我又听到夜半的笑声,我赶紧砍断我的心绪 看那老在白纸罩上的小青虫,头大为小 像日葵子似的,只有半粒小麦那么大 变身的颜色苍翠的可爱,可怜 我打一个喝欠,点起一只纸烟,喷出烟来 对着灯默默地静电这些苍翠精致的英雄们